日前 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 美军正将美飞在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中使用的美方设备从菲律宾撤出 按计划目前再飞部署的第一封陆基中岛系统将于9月甚至更早时间运走 对此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岛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严正立场 有关做法 严重开历史倒车 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同地区国家人民求和平 谋发展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正视地区国家呼声 尽早纠正错误作法